人生是一个很长的事情 像一个马拉松 就是一定要走得有厚度 不是要走得快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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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我印象的最大的一个角色 还是歌手 毕竟他是让我出道的一个职业 他是我的初心 另一生其实最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 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当时其实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 都会坚持不下去去选择退出 就是上课大家都是一块上以前 大家都是互相鼓励互相加油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地 就是去参加节目嘛 身体其实也会不由自主地去 学习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习惯整个生活了 突然跟我们有一天说我们出道了 出道了 我其实还不太明白 出道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只是想说 好像是可以往前迈进的 好像是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了 其实是我一聊之外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在意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自己想去做到的一些事情 每个时间段会每个时间段新的焦虑 看到之前的时候我会焦虑说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支持我们 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不必要的焦虑 就是会耽误你自己的一个焦虑 但这种时候你去越想 就其实越没有一个答案 那既然那么多人喜欢我 那我就希望能够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最好的位置 然后去给到他们 我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 那我就去永远去训练 自然而然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事情了 慢慢的就是你给到的是实际的行动 你当然一定会实习一些自由 就会有一些牺牲吧 最疯狂的一件事情 凌晨去看天安门生气 在北京的时候已经特别特别晚了 没怎么睡觉了 然后说要不就 就直接骑个自行车去看生气 就去了 内心就很振奋 觉得就很开心 别人可能理解不到的开心 参加长城 我也是对电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打开影视大门的一个关键点 其实我对影视这方面没有特别大的自信 拍戏对于我来的时候太陌生了 我没接触过 开眼 出来 跟张导合作一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我的导演是非常尽心尽力 会耐心的一遍遍跟你说 该去做什么 会亲自来给你表演要怎么去做 那一部电影真的是 就是把我一个对电影一窍不通的人 让我变成了一个对影视慢慢有兴趣去挖掘的一个人 张导跟我说 你直接去考北京的表演系吧 这让我听了之后非常开心 也是对当时对自己对表演这块有一些的自信 表演艺术跟音乐的一些艺术它们是相通的一个 我觉得就像我的左膀右臂一样 就都会去努力地去锻炼 都是我不想放弃的 一个音乐是我从来的梦想 表演的是 是我现阶段的是 就是要去学习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这些意义 我还算可以 只知道对得起自己 谢谢你是你的单纯 他会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 放弃不必坚持容易 我从小看到的一些节目啊 或者从小又喜欢的一些偶像 但是见到的会特别的开心 就觉得非常幸运 那我这样住这轮的时候就会特别开心 17岁哦 能够有这样的才华 其实我也有偷偷地关注你 你知道吗 谢谢 感觉有点神奇 就是从小到大 一个这么仰慕的一个人 就站在我面前 就是原谅自己的一个梦想嘛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也是更加去努力的一个点 对向他靠近的一个点 因为你现在有很多的人 去支持你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要为所有人负责 压力当然会有嘛 但是压力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事 有压力当然就会有一些动力 去做得更好 聊起我的时候 我更希望是聊到我的事业上的东西 就是我 让大家记住我 其实就是 并不是因为我努力 并不是因为我坚持 其实这些品质很多人实际上都有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是我 做一个事 做一个事业工作者的一个本分 比如说我歌 大家能聊到我的歌 我演的戏 大家能聊到我演的戏 这是我最满意的状态 当然我现在还在继续努力 时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河 我们在这样一个长河 在这样一个区间 能够被人家记住 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未来的事情就一步一步走吧 因为人生是一个很长的事情 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 像一个马拉松 就是一定要走得远 走得现在 走得有厚度 不是要走得快 对 你要乘上前进 将革命进行到底 报道 小松报道 小松同志 你让我完成得真好啊 我给大家推荐《风火少年》 这部电影讲小松在家仇国问中的成长 和蜕变 小松是一个机智勇敢 爱憎分明 不感情认识的小男孩 他在硝烟中长大 有着超龙的睿智和担当 在恶劣环境中突破自我 也成就了自我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 更应该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 也会做好表率 把明星效应发挥到正面 这样流量本身 就是一种力量 我是王俊凯 今天是9岁 哈喽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哈喽 大家好我是羊羊 大家好我是迪迪热巴 大家好我是黄锦瑜 大家好我是陈伟霆 大家好我是陈伟霆 我是吴大静 大家好我是李宗翰 大家好我是陈大为 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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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中央和十点视频 联合发起的新时代青年说 青年100计划 青年100计划 让我们进进这个时代 一起感受这个时代青年人的表达 感受每一个人内心的那份青年力量 感受每一个人内心的那份青年力量 距离青春烈量 弘扬中国精神 青年强则中国的表达 见证青春中国 收写时代精神 共复美好未来